其實這是羅生門 我們也無從知道 是馬或宋哪一方先主動 無從知道 當然馬宋你想談 看誰主動都可以 但還回到剛剛各位說 因為我特別注意 忠實萬民調也說 幾天前說 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訪者說 你們不要密室協商了 不要私下了結了 顯示三分次的人民 是對這種所謂的密室政治 條件說是 至少三分次是反感 既然你綜合論評好不好 其實任何事情協商可以密密 只是結果要公開 你哪個協商可以公開協商 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個家裡父母在討論一件事情 不讓孩子知道 不讓老人家知道 一定也是先密密談再公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 但是我並不表示 我認為他們會協商 我認為現在已經是決定打了 我過去的時候 一直在等待機會 但是我現在是這場仗打了 另外就是說 誰約誰見面 我想剛剛輝文跟委員 詭則兩個講的都沒有錯了 只是時間點 這樣就說 吃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了 吃來的誠意只有詭異了 所以後來的誠意要見你 那中間是有那個 至於這吳敦義昨天那個 節目內容我沒什麼看 看了但是因為他寫詩 我也很想寫詩了 我就以他那一句就揍個詩了 他叫守得雲開見月明 我跟你講故作友善達溫情 月下暗見罪無情 不如小日獻光明 我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唸五的都知道 我們唸五的是暗中唸拳 是月下唸拳 為什麼月下唸拳 月下的拳是最狠 那暗中唸拳是聽聲變味的 我們從小都是沒有月亮 就是打拳 有月亮就是唸拳 一定是這樣 所以他搞這個月 我的意思是說 月下的暗見是最無情的 不如呢 那雲開的話 雲我們知道雲打開的時候 如果是晚上 雲開月亮出來 那個晚上不會下雨 那如果早上雲開太陽出來 那天一定天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大概就天晴打開光明 大家好好光明的競爭 不要再弄些事 那個門也不要開了 就是大家就光明的競爭 公平的競爭 最後讓州的選民 很聰明的做一個抉擇 這樣子會比較好 至於說生孩子認明 我告訴你 生這個孩子 絕對能不能到吳敦義去命名 假如就算他們孩子生了當選了 那是總統的職權 不是副總統的職權 副總統只是被位了 那副總統如果問他 還不如問後面一個人 到行政院找給誰 也輪不到他了 不過這句話 倒想到江湖一起打油話了 肚子大了才提親 孩子生了才命名 把人打了再喊停 這個都沒有道理 你是說一有所知 以前叫那個人 現在日本記者說 那個危險的人 我不知道你怎麼不知道你 日本記者這樣說 我再引述一下 其實馬宋之前是有電話的 說昨天吳奎透露 因緣還沒去除什麼 這岳明為不談 事實上馬也打過電話給宋 結果來把他強化一下 請接宋楚瑜 結果應該是位置中了 我推估應該位置中了 宋莫聊 他出去運動 從此沒再回答 換句話說 至少雙方想熱線聯絡 我覺得沒有負信 我想起季星級這樣說 季星級有談判 他說 談判就如求婚 過程要求其隱秘 成果要大肆宣揚 這是我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吳奎看到季星級的回憶錄 我有看到這一段 不管怎麼樣 談判也罷 協商也罷 接電話也罷 你是旁觀者 東豪什麼想法 其實 因為吳奎他昨天講 守得雲開見月明 水虎傳前面還有一句話 就是說 同心千載痴心判 語出水虎傳 他有不同的 古時候很多人都用過這句話 水虎傳裡面前面是 同心千載痴心判 你要先同心 馬宋兩個人看不出 他有同心的時候 你要感心 其實昨天吳奎講這個話 基本上我覺得 就像雲武明前面講說 希望宋先生 回到不分區第一名 那都是在製造一個氣氛 可是這個氣氛 是不是一定拉得回來 我想大多數的人 是看得很悲觀的 大概已經是各走各的路了 不過昨天後面警戒 像剛剛前面談到有關於說 這個是不是有宋出任行政院長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去談這個問題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不是密室 那是分章 你就變成分章了 再分位置 這個觀感上是非常不好的 第二個還有違法的問題 總統選舉罷免法裡面是反 有那個反原子方條管的 公開問 吳敦映當然很聰明 他不會去回答這個問題 幕後還在穿說的 如果也是用條件 用這樣子的位置來做一個交換的話 那對台灣的民主政制是退步的 宋建徵可不可以退 可以退 只要他願意 可是如果要退 就要退得很乾乾淨淨 不要留下不好的民主典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於後面事情怎麼演變 再說 可是跟結還是在於說 這個馬宋是不同心的 這個在不同心的狀況 你還要守得雲開軍越民 基本上我會覺得 只是製造一個氣氛 維持所謂的不打宋的一個基調而已 英文的信任這個字 字根就是枕頭的意思 我看馬宋也不可能再睡雙人枕頭 我常說 當然忘聞聲音 我常說 唐 香 龍 三個字都是鎮男 鎮國文 香 香也是汉瑞中國文化 打敗紅袖犬 香也是 這三個鎮男 請鎮男人士講述一下 其實儲跟香是同一個意思 儲就是香 宋楚瑜的儲就是香的意思 規則說儲人多智 對 宋楚瑜 就是說儲雖三乎 亡情必儲 也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香的意思 但是因為昨天吳敦毅的 吳敦毅講話 我覺得吳敦毅昨天談到宋的時候 他的敏感度跟警覺性是夠的 就是說在這個議題上面來講 他沒有留下畫筆 沒有犯錯 因為昨天那個場合 他不能夠做太積極的解讀 畢竟現在在選前 如果他昨天順著媒體的話 講說OK 國民黨非常願意 安排宋楚瑜當可貴 為了宋楚瑜一定強烈反彈 你親民黨在那個時候 一聽到這個話 絕對強烈反彈 絕對覺得你又在吃我豆腐 你又在意圖傷害親民黨的選情 這個時候你任何的暗示 就是說我可以受於什麼 然後我們雙方面能合作 對親民黨來講 絕對是一種侮辱跟傷害 你連欲目明亮的講話 宋楚瑜都都這樣子 就是那種反應 都這麼的激烈了 可想而知 何況剛剛也提到了 就算選後這種事情 也輪不到你吳敦義講 格奎哪裡是你吳敦義能決定的 當你當了副手之後 你就安靜了 吳敦義呢 吳敦義的如果他能夠 跟馬英九搭配而連任成功 吳敦義接下去的四年 只能夠想2016以後的事 基本上面2012到2014這段期間 他必須要保持沉默 基本上沒有什麼公開發言的餘地 格奎誰誰決定 當然是當選人家決定 馬英九當選當然是馬英九決定 那如果話又說回來 如果馬英九真的能夠接受 宋楚瑜當格奎的話 過去三年就不需要搞到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從過去三年多的情況來看 未來如果馬英九在當選 未來四年 我也不認為以馬英九的個性來講 過去三年他不做的事情 未來四年他會做 沒有那樣的可能性 我們再講白一點 如果說馬英九真的有可能 讓宋楚瑜當格奎的話 今天在格奎的位上面 就不會是吳敦義了 就不會是吳敦義了 可能早在劉兆權之前 或者劉兆權之後 宋楚瑜都已經上來 宋楚瑜最想上來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巴巴封災之後 那段時間 那個時候你想在藍軍的內部 在國民黨裡面 有多少人都在講說 那既然巴巴封災 這種救災的事情 你的好朋友劉兆權都因此而下台 就讓宋楚瑜上來吧 那個時候的聲音是最強烈 在那個時候 他都沒有用宋楚瑜 而讓吳敦義 接下了這個關鍵性的位置 你想可能嗎 不可能嗎 吳敦義當然也心知多多肚明 固然他跟宋楚瑜在過去 在一個反禮的基礎上面 那個時候國民黨 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 宋楚瑜跟吳敦義 不能說眉來眼去 大家在尋求一個 宋楚瑜被打入冷宮之後 反禮系統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結盟 那個結盟的成不成功 確實對2000年的選舉 是有關鍵的影響的 在當時他雖然沒有點頭答應 吳敦義有的時候 面對關鍵選擇的時候 他是很猶豫的 所以吳敦義在當時 他沒有答應 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你甚至可以說 在2000年的時候 宋楚瑜尋找副手 一路顛簸 最後找到張昭雄 為什麼 因為吳敦義沒有答應 也許那時候選舉就不同 但是不管怎麼樣 在當時他跟宋楚瑜之間 有某種的革命情感 有某種對未來政治的 共同的想法 我認為這種情感跟想法 即使到今天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吳敦義如果能夠扮演 他既是馬英九的副手 同時又是宋楚瑜的舊友 在居中讓彼此之間 對未來的關係 都能夠有一些正面的想像 我覺得吳敦義功能就達到了 不要講太多 即使如此非常困難 其實如果馬賽任何一人當選總統的話 宋楚瑜出任隔魁機會不大 其實宋楚瑜主席也說 馬賽當選他也不可能當隔魁 所以宋楚瑜說他只能拚總統 回頭來 我常做個比喻 其實選舉就好像 兩組人馬在高速公路上飆車 包括旁觀子也一樣 大家標 有丟家具 丟瓦斯桶 有人丟 王金偉跟吳三桂 等一下來談為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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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